因为一个高雄 一个未来要迈向国际港湾的都市 在几年前 克林顿总统曾经来台湾 美国 他来 他说发表一个演讲 他说未来世界区是三个 区域整合 项目依存跟地球村 所以为什么 韩国瑜市长 他会去马来西亚 会去新加坡 会去澳门 香港 就是从一个区域的观点 就从民生经济的区域整合的观点 我要先讲一下 所以你看这一次 他也一直强调南南合作 那也配合中央的新南向 他也没有说中央的都不错 他也是配合中央的新南向 所以你看这次挑的 香港 澳门 厦门 深郡 都是一个南方的城市 再来厦门你看 包括深郡 深郡你看短短几十年 他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一千万的大都市 现在厦门整体的GDP已经快比跟台湾差不多 所以人家的创新产业我们要去学习 所以高雄过去是一个重工业的城市 所以我想很多国人也知道 高雄市民的平均余命比全台湾少一岁 小港陵远的平均余命少高雄市一岁 所以代表高雄的重工业过去传统以来 负担太大的环境成本 所以我们一定要产业要创新 要推循环经济 要去推创新的经济 所以韩国瑜要带着金发局 然后为什么我们在他的两岸小组里面 各位看到有几个四个台商会的会长 因为很多台商也因为可能想回流回台湾 所以韩国瑜也要拜托中央 释出一些场地 然后让高雄这些未来希望来回到台湾 尤其是首选高雄的厂商 在高雄的设厂 只要他们能够回来 我想能够回来的起码都不是传统的加工业 而是一个比较高科技 甚至工业试点等等 我觉得高雄未来要改变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新型的产业 我刚刚提到 循环经济的推动 尤其是自由经济示范区 这个地方我想高雄市民期待的是韩市长认真 所以我也要跟主席报告 为什么 现在我刚刚坐计程车来 连台北计程车司机 你接地气这个故事等一下来告诉我们 我们很需要接地气像黄柏林这样的民意代表 来这个故事我们休息片刻来告诉我们 回到我们的现场马上要播放几个比较关键性的画面 因为秃子比一比 不好意思我讲的比较直白没有任何冒昧的意思 一个是苏贞昌院长 假新闻害死人几乎已经获得了国际的一个认证 而韩国瑜这个月22号出访港澳 包括深圳跟厦门 中国到底是怎么看待的呢 韩国瑜的访中之行当中 当国台办他昨天在宣布 这个两岸小组要启程之后 国台办马上也宣布寄出了九二共识一个框架 所以呢他知不知道九二共识的背后 到底传达出什么样的意义 一样又是要拼订单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几位关键性的人士 因为吴冠义很担心 你来去帖就去吃肚子 对楼民到今天有帮助呢 好五十天苏贞昌院长到底做什么 喊到了七十天网民又看了什么 这里头政绩到底是什么 还是像蝶蚌鸡鸡呢 我们看这个大现场 不过现场为您邀请到 除了有国会观察基金院董事长姚立民老师之外 有民进党的高雄市议员林志宏 还有高雄齐山的水果盘商吴冠义 以及来自于屏东离港的凤梨农陈荣亭 来陈仙婉安静翁来嘛对吧 对 好静翁来 在我的左手边呢 除了有柏林之外 还有政治评论家简余燕 以及在昨天我们现场 他是来自于宜兰 落会 对着爸爸妈妈耳濡目了 落会都要尽产了 要尽追过 他跟土地一起成长 就是宜兰的壮围乡的新南村的村长 叶庆文来 春天晚安 大家好 好 来 来这些现场 我们先来看 比一比 然后包括了志宏 来帮我们做解析 哎 龙民好 真辛苦 他为我们守护土地 所以呢 谁有决心 有魄力 来反映民意 该给了 赶快给 脑龙津贴 如果认为七千多 还不够八千块 是不是建局旅局 赶快发下去呢 你先看这个VCR 各位去做补充 五十天可以干嘛 五十天可以让高中生 全力充次拼职好 五十天可以让大学生 用来跑步 还一次岛 可以用七七四十九天地关练工 还多一天可以洗澡 苏贞昌五十天处理的事情 却多到让人吓到 批准太空计划第三期 让太空产业由政府靠 一航检证变民首客 不再觉得超困扰 承诺新北选战对手 金山冲荡基地一起打造 建设不分蓝绿 核定台风 旗十四号连接国道 增加十八台F 框金扫描旅客行李 不关效率高 宣誓外籍旅客拒绝罚款 不夺入境说到做到 提升海群警销 医疗服务以后 军军人一样好 改变低头面稿模式 用公态影像做实证报告 提出专法要让同性伴侣 也能登记结婚白头偕老 补助农机让农民工具负担减少 协调后运 也让假日农产也能运销 7000家企业专心拼经济 到齐灵灯工厂继续补导 补助补导菜换老车 改善公路体量基层辛劳 三岁与女爸妈 可以一起领留职 庭亲经贴照顾双宝 方面玩都口渴了 是不是该让小编放假 去和巴黎岛 苏贞昌第一天接隔回 让大家笑他太老 第五十天记者问 他体力怎么这么好 希望大家一起支持政院 认同麻烦按赞分享 至少也留住 让政府再为台湾充一整年 70天可以干吗 可以让韩国瑜承认 高雄迪士尼指示童话 可以让韩国瑜告白 赚大钱指示神话 可以拍D指板MVC 你能跳打吗 可以用告别事案和灯会 令人惊讶 可以让韩国瑜到巴黎岛 用冰奇大法 可以让韩国瑜喝醉直播 后放两天假 可以鼓烂魔力 从来高雄市 看重韩岛魅女家 可以出国用旧通路迁农产 被忘录出国再放两天假 除了睡觉选总统 是他逃避市政的唯一方法 请大家全力支持 韩岛终结这个国家 让孩子们知道 国瑜伪力也能到一差 这个世界没有醉虾 只有凤虾 好 这是苏贞昌 昨天在脸书上 公布他的政绩影片 刚刚第一支的部分 他使用网络这个新闻的风格 以这个Google翻译的 Google小姐的语音 去念那个旁白 那细数的 太空计划 等等这些政绩 那当然了 刚刚秋秋秋内阁 50天记录之后 接下来你看韩国瑜的影片 这个韩国瑜影片 是脸书粉专 叫做奉命行事 他贴出的这段影片 一开头就跟大家说 70天可以干嘛 他是模仿苏贞昌 政绩50天的影片 也举出韩国瑜上任 70天来所发生的事情 来 志宏 一样一个高雄人 你怎么样来看 因为我看起来两个习惯比一比 不过 这个韩国瑜也讲了 他说他去中国不会带扫把 不会带扫帚 来 怎么样看最近韩国瑜的表现 先看这个50天跟70天比一比之前 我们先看过去20年30年 他们在干嘛 我举这个数字出来 1981年的时候 苏贞昌当选省议员 那时候因为炮火猛烈 跟这个游锡坤 谢三生 被列为这个议会的 省议会的三剑客 1989年苏贞昌当屏东县长 因为推销这个联务 黑珍珠联务 所以让屏东县成为黑珍珠的故乡 那也因为他们的行政效率 加倍省政府连续39个月 评比是第一名的地方政府 那1997年当选台北县长 他规划新版特区 兴建淡水码头 那等一下来讲这个50天 那对照这个韩国瑜 他1990年当选台北县议员 不知道做什么 网络查不到这样 1993年当选立委的时候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三件事情 这个问政少 出席率低 这来是打饼 三件事情而已这样 好 再来 好 再来看他比较50天跟70天 所以他上任再任这个行政院长 做哪些事情你刚刚很清楚 这个网络的影片苦手出来 他这个批准的太空计划 银行简便 这个便民都已经做好了 他只要做 再来是核定台中74号连结国道 等等的这个 很快是50天做了一些核定 做了一些协调等等 那再来韩国瑜就任70天 在做什么事情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担心他开了很多支票 说了很多的愿景 但是我们担心做不到 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就任第一天的时候 我们民进党在议会的时候 就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说 韩市长你们现在的施政理念方向 已经跟过去前朝不一样了 请你们重编预算 把你的证件理念 落实在预算的编列里面 好好执行你的证件 但是他们 韩国瑜市政府拒绝 没有做预算的编列 所以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预告 他所谈的证件 已经准备跳票 那是在当时就任的隔一天的事情 那后来在这个临时会咨询的时候 我们就提出来 列举他12项政见 他只同意 只回答说能做了只有两项 所以刚刚网友里面戏称说 李士尼没有了 还有其他做这个爱河灯会等等 那再来后来发现说 陆平他当时有答应要做 后来陆平做下去的时候 好像全台湾都欢声鼓鼓说 哇 他做得不错不是吗 做得不错 后来我们去问的时候发现说 这个陆平的预算早在前一年的10月 均开始发包 是用这个平均地权基金的潜均发包出去 开始执行这件事情 所以说他的这个收割 碰轰 的确在这个时候 这个网红当道的时代 获得很多掌声这样 好 再来他现在前阵子去了新马 接下来他去中国大陆四个城市 他说要把货卖出去 那货卖出去我们想说 如果照这样讲 通路已经找到了 这个所有的农产品价格 不应该崩盘才对 但是却发现说 凤梨为什么开始崩盘了 我们在过年前还知道说 可能红豆下20下一个 我昨天也听到文冠义在讲 我才知道说2月份 他说是空前的低 而且不应该 空前低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一般来说 现在的高雄 其实还不是真正 王来住家的时候 还不是 因为一般来说 凤梨是从屏东慢慢的一路 熟到台南 嘉义等等这个地区 高雄其实也不是凤梨产出的最大宗 最大宗是嘉义跟屏东 为什么这个时候 还没有大厨的时候 开始有这个价格崩满的问题 到底他现在开出说 已经开了很多通路 很多外销 到底是外销的这个过程出了问题呢 是不是这个应该强化的冷链的系统 缺工 增加这个采集 采收工的问题 是不是出了问题 还是说其实 真正大宗内销市场 很需要的这个市场的行销不足呢 问题非常多 所以其实现在看起来 他好像是在这个庆祝行情里面 可是我们一一去检视说 到底韩市长 他所讲的每一件事情 每一句话每个政见 到底有没有落实 这应该检视了 另外他即将要去 中国大陆即将有评议 会见到什么层级啊 你认为 中国到底怎么看 他这一趟的中国之行 对 我们相信 中国一直以来 这个跟韩国瑜他表达的 就是说政治零分 经济一百分 可是当习五条讲下去之后 一国两制 一中原则 已经没有中华民国 这个长期 这个蓝银人士在追求 中华民国存在这个立场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 但是韩市长 他没有去大声几呼 对中国呛响说 请捍卫中华民国存在 他却反过来 去取笑这个蔡英文 呛蔡英文不敢 不爱中华民国 现在所有国人共事 就是维护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那这个宪政体制 可以永续下去 让台湾的自由民主机制 可以好好生存下去 这才是我们现在 台湾中华民国 应该要存在的一个依据 但是韩国瑜他却是 像是什么 像是习近平 在台湾的代言人 所以刚刚小军杰前面讲说 有形的力量跟无形的力量 我发现说其实在台湾社会 无形力量里面 韩国瑜已经是 无形力量里面的 有形力量 很清楚他是一个习五条 一中原则的九二共事 在台湾的一个代言人 那这次他要去中国大陆 到底见什么层级呢 我们比较一下过去 OK 他在这个 柯文哲在2015年 双城论坛的时候 他见到是上海市长 杨雄 在2017年双城论坛 他见到上海市长 应勇 在当时还有跟这个国台办主任 张志军 这个闭门的这样会晤 当然他当时提出两岸依差心 获得很多国内人的批评 另外朱立伦现在跟他参选总统 今天跟韩国瑜见面 对 当时他国共论坛 他是跟习近平见面 当然也有跟这个省委书记 上海市的委书记 还有国台办当时的主任 刘洁一 都有碰面 那这一次 可以值得观察的是 他虽然选择是在 南方的几个城市 厦门 深圳 澳门 香港 看起来像是政治性比较低的城市 看起来像是 所以如果说北京 希望韩国瑜 在这场国民党的总统初选里面 可以成为初选选总统的角色的话 会不会在这个场合里面 任何一个地方 会不会派一个重量级的层级 来跟韩国瑜会面 像是说 韩国瑜你想选总统 你必须经过北京派人来跟你面试 确认你的立场 确认你的思想 到底是不是可以符合 北京在台湾代言人这个角色 让九二一庄原则 要统一台湾的言论 在台湾可以不断地发酵下去 这是值得观察的方向 可是我们现在忧心的是 台湾呈现一个反制的状况 我昨天特别播放 我相信这个农民 这个云林的农民 他应该也是无心之过 只是说真正的农民 你敢在这个特殊节目里面说 米放三冬 米是越放越 味道越好 这就是胡说八道 这个你知道为什么 我相信 我相信连那个蓝营的听众 家里煮过饭的人都不会相信 摆三年的米会比新米要好吃 米越放 你就把白冰箱的摆三年吧 你就把三年 然后你再煮出来吃吃看 跟那个新来的米 这个根本不要骗人嘛 他这个骗人骗到这种程度 就表示他本来想用一个假的消息 这跟那个驻日代表自杀的 最终被假消息害一样的道理 他想用一个假消息来攻击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其实我们的台湾最珍贵的是什么 到现在为止数十年 我用数十年不是十年啊 我们的物件 我们的米价为什么这么平稳 从来没有缺米吃过 不会有人买不起米 忽然高起来 低下去高起来 不会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的中央凉腔政策 新米进来 塞不下了 我们把旧米一年两年的旧米卖出去 再把新米进来 再把旧米卖出去 永远维持市场 一定的量 永远维持那个价格 这个政策是非常好的政策 居然 因为你招标有人卖到 他你要晓得讲这话的人 他还去论述 台湾特定给招标某个台湾的港商 港商又卖给中国的粮商 中国的粮商在卖给解放军 他都清楚 好像每个环节他都知道 他知道这港商 哪个港商可以卖给港商 哪个港商可以卖给解放军 他清楚得很 结果不清楚 米越放 越不能吃越干越难吃 连新米好吃他都不知道 所以就胡说八道 可是做这样子的假新闻 我们NCC能不管吗 所以杨老师你知道我举这个例子是说 你说假新闻 台湾要被假新闻所统治吗 那也有人认为说 现在就是一个 只要懂得去造神或造假 其实就容易成功 大前提是选民根本分不清楚 这里头的假新闻造成弱势的受害最大是什么 其实就是农民啊 来 我们邀请到 那为翁来 这个陈大哥先来好吗 你正翁来嘛 对吧 咱们有关于在说 他说他将来 不要发现说在二月的时候 翁来到六个 六到他觉得已经有呈现崩盘的危机 你所了解 十字胜的状况是什么 你正多少 那陈大哥 我正五个 五个 有 翁来听说一年半才可以修行对吧 对 要顾十八五月 十八五月 我过年的时候 我之前有去台南那个 官庙那个所在 我看那些金钻十七颗 很漂亮 很漂亮 我之前去市场也有去看 整个包装起来卖得更好 成本好像也是要十几块是不是 一斤 要十几块 十几块 现在到底台风的价格是怎样的 我计划我计划 你如果在香港买了 可能港金都算 台金都在一三五而已 在上中下 一三五是什么意思 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这个是十一块 对 所以这个是在概计的价格 十一块是指上品 还是说是普通的还是什么 上品 上品 一斤十一块 对 以前的身份都要多少 身份都要在十五块左右 身份要十五块 因为这几年 我们的资金 和租债 和我们的工资 全都优 都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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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政治 政策的面積 对 已经越来越难取得 对 现在就是竞争资 成本 起序 我们也问问有一个好的市场 来给这些农民受益 结果 我们去年的吃新闻宣布 宣布后 本来从来没有帮 補一个帮 補这些吃新闻之后 结果受害最亲爱的农民 因为本来外部的青壮 他要来资金 他看到外国 也看到我们台湾的主粉 看到盘盘 他也延后提侯 就是变成全圆老 到来不提侯 不然来提侯 不然来提侯 他就要登秀 他就要登秀 什么东西都那些年代点 因为像这一只鞋子 如果是四十圈 有可能不是全部争翁来 还争很多芭蕾 什么结构 结果都延后提侯 会造成连续性的崩盘 所以这吃新闻 害人太多 包括我们很多东西都会延后提侯 这个时候 让伦民很认识 为什么我们的国家 没有一个好的国家堆 因为你没有国家堆的时候 你没有建立国责政上的通路 有一天 你会比较多的时候 你带消的时候 你会夹国家堆的路线 他像我们的固定路线 他就说 我做得比较多 我可以两个给你 或是多两个给你 他比较多 不过他外部 他也会说 要继续更多 但是农民都可以带 为什么说 你这个东西 可以消出外国的时候 減少国内的市场 压力的时候 最后 我们不是说 10个公司要10个外消 可能国内需要5个 我们主要消到4个 它压力 就减了 所以我们不要输可说 要全部外消 不是 是把这个 正常的外消量固定 不要做这个内消 那内消 它就会帮助到 稳定内消市场 你如果外消那些消不出 现在外贸商 它无力可图 或是说 不要给它提货 它也不要给它提货 相对这些东西 走去 整个内消市场 他有关于说 他所怀疑这里头 有人为在操纵 你是不是想想 跟他们买 你的怀疑是什么 今天也是有联合垄断 在刻意压低价格 来上演 就是说我现在压低了 万一政客需要 再配合政客演出 把价格要轰台上来 然后让农民不知道 农民就 原来我们的救星来的 可是事实上 根本就不应该要崩盘 来实在你所了解是相关经历 其实这就是 就是 下解药的就是放毒的人 下解药的就是放毒的那个人 大家想回来就知道 为什么 之前没有崩盘 他一崩盘之后 他又拿出一条小小的铁 下解药给你们吃 你会说 可能这两个是旧车 其实有时候 你看他在买东西 为什么大家计算和通议 这问题就来了 你如果说 自由市场 有可能 吴冠律 跟隔壁先生 他们买的价值也不同 对 为什么同一天 罢的大家都同价值 不知的方法 还有跟他预约 下星期是十块 预约给农民说 下星期的价值越少 有可能是十块 有可能是五块 他在公投前 有可能 这样 那有算共和吗 我农民 我怕是 这不是说共和 我怕可以买十块 下星期的价值 下星期的价值 快买 那品质也不好 然后价格也乱七八糟 所以有时候 这不良的 媒体 或是 推不 推不住人 那些帮凶 还有很多 作秀的人 其实有很多 那些外国 你接待的订单 本来就有那些订单 你这部局 三个订单 要给大家看 但是有很多东西 在接待订单 是无销的订单 就是我给你账力了 我不提货 那个订单有用吗 我是要跟你提货 会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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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你要购买嘛 没什么啊 你要购买东西 你先购买 对啊 你如果购买 你到时候购买 有啊 有啊 不同 所以说这个基序 要先做 有可能他说是假的 来 我们要被贾新闻所统治吗 受害的就是弱势 像是 不管是川柳 冠翼 或者是敬翁来的陈大哥 来 冠英兄 我先 这个有国民党议员在这边 我强烈向你们国民党建议 开除这个韩国瑜的党籍 为什么 这个太可恶了 我们其他都不要讲 农业是不是韩国瑜的专才 他担任台北农产总经理四年 谢龙杰先生一天到晚 在这个韩国瑜的电视台 一直鼓吹 哇他这个亲自去这个中国大陆 亲自接通路 经过了五年的努力 总共在我们台湾采购两万多公顿的这个凤梨 这是不是事实 他是不是公开讲 有几千家店的连锁的百果园 他这个在二三月份要有一千六百个货柜 跟我们下单 公开讲啊 一直鼓吹啊 中南部全面鼓吹 大家快点 要快点 要把他放下去 二三月要大人出会了 现在的价格好 到现在的价格好 价格好 结果呢 产地中部剩下一三五 实际农民收到的就是一块三块五块 这个关庙屏东就是实际两块四块六块 刚才陈大哥讲的是航口 航口他要扣掉纸箱 电费 然后包装备用 还有那个税金 那实际农民收到多少钱 他根本在上演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他多可恶你知道吗 他现在先这个 把你这个套进来 协计力量停口 把你套进来 你说那个船牛帝说 你要拿定金吗 我什么人啊 我讲话你还不相信 我是什么人物啊 待会你在讲啊 不然大家也相信啊 对不对 来 你现在给我 管你怎么大人物 你订单还是得付啊 不然你毁约 因为他公开讲了嘛 不是 你说公开 你不要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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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好吗 你现在好吗 他现在后来 他头先给你建议 他计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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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看到 哦 我们计较贪大钱 一直酸团 一直风 我跟什么人在拼 你要看 你要看 你要看好吗 如果我们跟中国大陆更好的 我们好好的拼经济 我们不要说政策 你看这多好谈 嗯 我们有没有当时 你买到一代金 翁来二十多元的外銷 那是不是有没有 我们都因为 我们中国大陆的关系 人们现在经济 開企百十几亿人 人家几千万人 有没有 把我们吃出一些翁来 你都一直酸一直酸 你都保护政府不然 你一天堂买你 为什么 他担任台北农产总经理四年 为什么谢龙介说 他经过五年的努力 为什么我们凤梨是百年来 百年来哦 才二月份 他这产地价格是个位数的 是二四六 终要给三块 嗯 他过分 有数量不太差 他现在怎么修理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听了 听到你真的起床的没费 他现在继续后面 对不对 这个帮胜 来 你后面我告诉你 二月份就排到这样 后面他跟他今年一二三 你帮我 我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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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去买你都够本了 对 你只有二四六 不会变一三五 现在我帮帮的那边 好了 我都帮起来 农民的手头 王来借了 去中国大陆回来 我刚才回来 三个人在呢 农民的又感谢他 又感恩戴得 少讔 美山怕 美山蛎 好 好 靠间 支援 欧极 还有 厚极 今天你松宏 我 Dra1 你卖 They 我自己赢了 嚇力 煎 帮我大来 你数 为了 权 días 事情 我给你 满 来 招金先拿一碗 開始要讀 都扶清 你可以招金發你 扶拔嘛 沒有人要 你不要讀 小鍋嘛 小鍋了後 這些東西都我的農民 所以說這個機制要扎起來 還要說我王來 三人要跟阿密 你扶鍋嘛 一碗 王來讀下去 你都要扶清 你沒有王來扶醫生 你不要讀的時候 招金發小鍋 再王來 你就沒有出價 他現在是在說 你知道 農民拿到的 都是真真假假的新聞 他如果集體告訴你 你越來越來越多 我現在診五家 診三家 好啦 診五分就好了 我就靠欸 我一年半就靠這首 結果 有人跟我說 我如果信的話 我都介紹 都佈給你 第一也是二四六 現在跟你說 你如果沒金賣 變二三五 變得越慘 越慘欸 小心喔 他就相信了 我們這個農商品 是不是要用投資文書 這裡頭 如果是官商勾結的話 農委會公民會 應該要拿出具體的行動 沒有沒有 這是傳政上來 現在沒有 最嚴重的事 那是蘇金衝印長 蘇金衝印長 蘇金衝印長一天看不到六小時 如果是他來解決 絕對不會讓這種狀況繼續發生 蘇金衝一定會展現他的決心跟破裂 官商要來將這個努力無閣 我們三體是不是農民 他怎麼知道整台灣的市場 他沒有證明 對… 我們這個農商品是不是要土路區文書 對 土路區就是這個媒體 跟他說 我做王來 欸 曉金你做土路區 曉金喔 你給他介紹 訪問 在台中 開始苗栗新潔 台北一起來到宜安花蓮 你做土路區 你有去跟市場 你給他介紹 訪問 我的農商品 委託理財 去到訪問 可以嗎 對喔 所以說 我們這個土路區 通文文書 就是農民跟市場的橋樑嘛 這真可憐 有一種買賣的方法就是 台队的 台队的就是說我的東西 怕給你買 你不會刷牙串 我如果就去介紹可以 一種很大差 你說的也不對 但是你沒有回應 他現在說 講的重點的問題 沒有啦 這正在發生 他現在是怎樣 他現在譬如說 他現在… 所有議題在傳團說 為什麼王來介紹可以賣 都民進黨中央 都粗映文 都索金槍 為了有不怕我手 他在說 現在都給我打 四處給我打 都要做董 都要做董 所以有不怕我沒有辦法去接 台队的 現在有不怕我去中國 台队有不怕 他就說有不怕 你這樣說年齡活動 怎麼不行啊 他就是有不怕我 有不怕這個農民的 有不怕我講下去 我唱歌 所以有不怕你們介紹 這樣才差 所以他現在有金錢 跟上面的金錢一樣 我上面說的金錢 不是屬性嗎 屬性沒有不算量 屬性介紹沒有 那是10塊 是怎麼有不怕 我有稍微做一個盤子 我介紹說會去就去 我憑什麼 我憑什麼 有在那種高位前 我就說有不怕 今年的介紹會唱 我怎麼知道 我們請到這個 我看不到 請到這個 所以他一個小小盤商 他都可以拿比較高的一個價格 那如果是這裡頭有人為 在操控的話 我請問你反應這麼久 現在農委會包括高雄市農業局 他到底怎麼積極去面對這個問題 農業局 我從頭到尾 跟他們的相關官員 我跟媒體 我都講同樣的一句話 我說 只要市長 站出來有沒有 對抗聯合壟斷這些人 有沒有 說幾幾歲有好處作用 這樣我就不跟你 他就是不說 事就不說 事就不說 他就是不說 你記頂的禮拜五個五 你就沒辦法 決定人買幾塊 你就說了 這樣他就是不說 他不是一簽 沒有什麼叫一簽 今天你有沒有 農委會主委在長 少年跟這個農委會主委說電話 他說有沒有 是不是有沒有 總統是不是 你指示說 是不是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農民 有沒有 直接變化相 少年我說完 完以配合 我現在怎麼做你知道嗎 我現在有沒有 提供我的通路 我農民 你跟我郭董 你納一塊就好 我給你保安金五十 你們越多人 有沒有反正那個股份 叫那個人員比例原則 所有我們不去哪裡 我都公開透明 今天我要賣 賣一間店 譬如說美美水果店 我香蕉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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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一輩子裡面百分之五十五 再跟你們農民軍 英文我的理順不超過五% 我就公開透明 我看你們這些課上要跟他平常 小青喔 你不是政王來 他的通路怎麼樣 經驗 經驗 分享 通路 現在通路就通到價值 沒有… 給王來政王來的人自己說話 是… 陳昂克你這邊有補充什麼 其實現在我們國內王來來說 應該不應該這麼小的 沒有啦 通常你都嚇航狗還是嚇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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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兩種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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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就是我們高外銷 一種沒有氣座的 其實氣座在台灣農民都是騙人的 都騙人的啦 對一個傳作傳頂 你要說 我也做傳頂啦 我也做三次 我跟你講 將來沒有農民去收到沒有那種的氣座金啦 對 不然都要做聖土地給你們買 也沒有白座黑衣嚇過啦 就是你們感染症 我來收 我有好度高的時候我就高 沒有好度高的時候我就浪江 我就跟他們放工 然後就要你們農民 你說三人去跟你們嚇 沒有人跟我們嚇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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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找他出爐嘛 對啊 出爐 你現在政府要殺這個有沒有 種植燈機是熟悠病 就是農民就很弱聖啊 現在沒有電話 我早就沒有人扒 來來來來 沒有人過了來做為人扒 反正 我知道你這是嘗試 反正 可是喔 農民 市場我們自己找的啊 對 市場我們自己找的 水鐵就水菜嘛 對啦 這種東西 因為我們整理不知道說 我們拆租那個人就介紹 你沒有進財 還不是 我當勞職 你怎麼會說起來 好像留著 怎麼會差 好啦 這樣傳給我請教一下 市場有保證嗎 要讓農民發大財嗎 有嗎 有 是怎麼有嗎 今年翁來才有 今天這個介紹在二月份 是百年來最賣的 你解釋一下為甚麼 沒有啦 他做指定 這個 而且鳳梨是台灣輸給大陸 現在成長最好的一個項目 為甚麼有 誰都說 有嗎 別人不說他敢說王來 說王來有沒有 買台獨好 剛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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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有嗎 王來是百年來介紹的 那句話 你解釋一下 這個農產品 這個東西更故意 沒有 不知為不知 你也不要回答 你也不是 你也不是韓國語的 白語 你也可以不用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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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新聞夾消息說 柏林可以再為回答 我保證有沒有 我們社會中國有沒有 你會賺多少錢 中國人口很多 他只要幾成萬人給我們買 我們就結束了 你們保證一下 好介紹都保證給你很好的 我請問 關於你現在聽到 社隆街 他在說 很多貨櫃和貴棟的 王來要銷去中國 讓農民可以發大錢 對 很容易他在那時來說 他總共有沒有 他來賣兩萬幾個 他有注意到 你現在說 王來現在崩盤 他怎麼搶救我 他現在這樣說 他現在好嗎 人民都在說 民進黨 民進黨所謂中採取的 他現在就是 沒有辦法讓我去唱歌 走這個 我唱歌 所以他敢為你們辛苦 他就沒辦法讓我去接官 所以票要投給共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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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怎麼做中央 給我怎麼做中央 這樣連工就沒人沒辦法 立委補選 立委補選 一定要投給小龍街 當然啊 當然啊 小心喔 沒有 沒... 沒有... 從你們先說 我們這個拔廂 五島 去買 Simple 它計程會比較好 我覺得農民都購藝就好 那就屬性啊 都購藝就好 阿屬性你要把它買起來 你還戴公 他有10斤 你卻購10斤 以後勲幫助農民 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你政府應該有平准基金 該去收購 或者是讓市場恢復正常 你不能說吳冠玉去幫助農民 不是說他今天賣給他 而是那些低價收購的人要打他 重點是這個 沒有啦 我不想這樣說 沒有啦 有道理 市長你對市民的承諾 你不用斷線嗎 我稍稍一個冠箱 我對基山人有沒有 基山的交流有沒有 他教我 我對你承諾我保證你們賺錢 我賺不夠嗎 我告訴你你真的 我是保證我基山的交流 教我對相關不是高雄市民 你大頭拉斯 我就很賣給我嘛 你加入我們討論 我們不是在吵架嗎 因為我們講話是比較激動一點而已 不是啦 你都給我那種水 你會介紹其他的保證都壯斷 我總該買給我嘛 現在是政治上的承諾 是會成為有安市場的一項 就要面對問題的問題 我先說一個故事啦 重新再說一次 庫建立英國的修上 真有名八世都要用戴 有一次開車就知道了 結果那個開車不知道要說 他有說庫建立 再到教會 開車就把庫建立拿一條後 庫建立跟他說 你能夠在這裡等我嗎 我說是喔 我在這裡等你不等 我要來家裡看電視 看庫建立英國的 開車不知道他知道那個人是庫建立 結果庫建立 搞定要插進去拿兩百塊給他開車輸機 結果那個輸機怎麼說呢 本來他是堅持要對家裡看電視 庫建立英國的 他崇拜了 結果有兩百塊 那個開車輸機 要來台灣 日本洗澡 他說一句話說 泰瑪麗的隔壁 我這裡等你 他說你不是要對家裡看電視 崇拜的庫建立英國 我有兩百塊 我又跟你一起庫建立 小子 我分數有兩百塊 經濟比較要緊 什麼崇拜 我們台灣人以前都有一句話 紅了沒有 沒有沒有紅紅了 現在而已 你這個四碰土地面 你批把你祖母批起來 映圍你祖母沒有給你祖母 結果映圍也肯做好 船長現在在誰找 隨便做完會就不可以 所以你是怎樣 經濟很重要 經濟很重要 那請問韓國瑜有沒有幫助農民賺大錢 這就這樣嘛 重點啊 沒有 船長剛才說 船長剛才說 船長現在在寫著寫什麼 船長的一聲 我們 沒有 你現在 你一定不是在幫韓國瑜寫書嗎 沒有 沒有 不是我自己 漢柵不容立正前 我們在祖先登山過台灣 滷圍現在漢柵不容立 過來 沒有韓國瑜 我們的鳳梨還不是照樣賣中國 不好意思 堪心會很難 然後我漢柵不容立 過來就是 對 絕對在香港大廊 再來就是三民主義要統一 中國 對 三民主義以前統一 中國之前 八方完成統治 南方 因為招出八方完成 然後三民主義 然後三民主義 然後兩岸一家親 現在 船長 別這麼說 因為你是一個很真誠的人 但是我們在這個平台裡 大家憑著良心 腳踏這塊土地 因為沒有國哪來的家 那我是說 農民長期的犧牲 你如果讓這個公平正義 都不能夠展現 你還讓農民去破產 我們的政府真的不應該 下台也是剛剛好而已 可是如果有人在製造假新聞 因此獲利這政客 下台也是剛剛好 就應該讓他退出政壇 我想這個沒有任何的爭議 為什麼 如果是中央政府讓農民虧錢 我們就一起來罵中央政府 最新的消息 如果韓國瑜 如果韓國瑜空口說 讓農民要賺大錢 結果讓農民的價格降低 我們當然要說 農民真正的農事 市台中 我們政府是不是要拿一些 比較賺錢的企業 來民謀農民這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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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什麼本來就是這樣 你知道我昨天播放 那個知名農業部落客的林家鑫 因為公開批評 那提供我相信裡頭 因為牽涉到可能一些 不實的一個不實的指控 農委會已經到北檢去按您控告了 我相信我們不能用假新聞來治國 基本上我也反對那個假新聞 那個我們都應該要譴責 那我呼應你講的 就是說因為我也曾經跟韓市長 那時候他剛當選還沒有接市長 有一次我跟他開會 那就當時就提到你剛剛提那個問題 就是說農民被剝削的問題 那基本上這個價格 有時候它是市場機制 你如果大出 兩種大小化賣是當然 價錢就賣 那如果你產量很少 需量很大 那當然就往上可以自然供需 但是中間你如果買到外國 一定會有一塊就是所謂的盤商 或者過去我們都覺得很肯病 就所謂的買辦 所謂的剝削 所以我也跟韓市長提到 他自己也知道 他說他希望未來高雄市農業局 在扮演這個平台 他是小小的協助而已 他不會在裡面獲利 而且他也希望農會等等相關 比較有公信力的團體能夠參與 那既然現在他為什麼 不對聯合肯農抗的事情講講話呢 他為什麼死就不講呢 他已經有要求那個農業局 他就是不對他這麼講啊 農業局一定有要求 公平交易委員會去做調查 對 真的他已經有要求 你剛剛講韓國瑜至少承諾 農業局如果願意做平台 來打破這個壟斷 那農業局應該先承諾說 很簡單啊 沒有收購的我農業局來做吧 這很簡單的這不是很棒嗎 那你也違標的人就沒有出用了嘛 可是農業局不願意承諾 我們沒有那麼多的錢可以去做 類似農糧署的平准的機制啦 但是不要亂講話 沒有啦我今天我做一個議員 我做一個頭人有沒有 我做一個大陸的中間 我會說你們台灣就對了 我告訴你我來接官你們請 我保證你們身份很好 絕對有你們賺額錢 這屬性已經說的啊 不然要招大 結果有沒有現在是 有數以來百年來去媛媛最多啊 要怎麼敢說 因為其實有時候 沒有人說話要算話啊 我知道 我現在是說 因為我曾經也跟他討論過 也提到這個問題 那你剛剛反映的 我回去我就遇到了 是是是 你有主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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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討論這個才有 你有主意嗎 是是 我領事會把問題帶回去 沒有 你沒有憤怒嗎 我很重要 我講三次 你沒有憤怒嗎 我們很憤怒 同婚法案禁服二讀 藍尾黃昭炫火大質詢氣到拍桌 但一向氣場很強的蘇貞昌 這招冷處理放大絕 你不打醒你可以回去 好 謝謝 來院長 那個主席 我們的院長 我在這裡讓大家看到 我們行政院的院長 這下黃昭炫返被晾在質詢台 一個人唱獨角戲 雖然唱應對藍尾 可是有好幾套劇本 假設今年在產生 肥果 產銷失調 要跟你一起欠負自殺 我不鼓勵自殺 對 但是我鼓勵自己做好 我們一定會讓所有 主要的農產品都不會產銷失調 你敢不要保證 我現在就保證 好 保證 好 很好 我希望院長 曾明宗準備來拆農委會招牌 這下沒折 蘇貞昌一句話 化解的 還有是否漲變價 最後確定是不是不漲 現在並沒有要漲的情況 所以為什麼有不 韓國瑜出來之前有不 國民黨的人沒一個像這樣有不 真的有不 詐騙集團 而且每一個人都說 沒一個像這樣 每一個人都準備要出國到中國去 好像那個農業 農產品價格都會大漲 結果本來應該大家期待 說把農產品 既然中國訂單要來了 我應該把價錢搞好 結果價錢反而低 原因在哪裡 韓國瑜一定要 而且韓國瑜一定要知道 這個一定有人在操作 如果這個不知道的話 就剛好 找出問題 我想該辦的應該要辦 行政跟司法應該要同步啟動 如果有人刻意壓低價格 中間有謀取暴利 甚至配合政客 然後讓這些老百姓 這些弱勢農民 獲得這麼大的一個傷害的話 你說能夠不去面對嗎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明天持續討論 不過因為現在在台灣 有兩個很淺的人 都是冰冬人 就是蘇貞昌 就是辦了燈會翻轉的 潘孟安 所以台南的補選 316存10天的時間 今天不能公佈民調 但是現在的民調的狀況底下 似乎民進黨面臨 要全面大作戰要搶救 要搶救 其實叫潘孟安去輔選 叫蘇貞昌去輔選 會不會有挽救的機會 這恐怕不是一個單純的 反新潮流的戰爭而已 一旦謝龍介當選 不是單單只有台南補選 一席的一個事情而已 這是一個全國性的效應 該不該全面去拯救呢 這裡頭是不是也同步上演 一些我們不知道的內幕呢 來持續鎖定 明天的新台灣加油 我們再會了